大家好 刚才我捏了鼻子看了一下别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的评论 有一条评论真是让我舒服死了 真的差点什么金什么王了 说这个人他妈的红头到尾 没说一句有文化的话 一看是有文盲嘛 你能不能提升点你的文化水平 我看了这个评论我挺高兴 我做优管我最怕别人说我是个文化人 一说文化人你就是取高和寡 一堆的好听的话堆在你头 堆在你的脑袋上面 啊取高和寡 完了以后知识分子的风骨 完了以后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我各种 完了以后呢你就穷得跟狗似的 是不是没什么意思啊 我这些年我最喜欢的这个艺术家之间的评论 就是这个江坤老师评论这个 郭德纲老师是三俗是不是 哎呦那是极高的评论 所以你知道郭德纲为什么发财吗 是不是 郭德纲为什么赚钱吗 就即便是对他这么风度这么打呀 他都赚钱赚的是赚种 为什么呀 三俗啊 老百姓一听喜闻乐见 所以你说我没有文化 我心里可高兴了 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是个文化人是不是 你说我没有文化 说明我借第一气 说明我真的是把自己的身价就放下了 不装叉了 可喜可和啊 信苏的加油啊 今天继续造谣传谣 说这个袁老派啊 最近又在开秘密的会议啊 说这个习近平呢 这个人挺难搞的 他明知道自己不能碾人 但是呢还是要放出一风声 假装自己要恋人的样子啊 搞得这个全国人民 这个什么人心都散了 人心惶惶是吧 他明知道中国的经济不好 还在那里 要搞什么动态清理 静态广空 干嘛呀 是不是 你有点责任感情吧 有点大距离事情吧 不像话呀 这个人人品不行啊 过去是说他的没有文化 一开始说他没有文化 后来说他的能力不行 是不是文化能力不行 现在是人品不行 哎 袁老派 现在开会了 又直接去搞人品了 说细胞的人品不行 你说当年 这个江泽民和朱镕基老师 是吧 两个人把这中国经济 不然搞得太好啊 然后就大大方方的 就交给了胡云 然后和这个温家宝 然后胡云两个人又搞了十年 中国人的日子好着呢 是不是 一个个的当官方 在私老婆 心心一向荣 个个都这么的 哎呀 真是日夜操劳 腰急脑损 都忙得很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胡锦涛多多人品多好啊 一口气把这个党政筑一把手的都谢给了 这个习近平高风亮节啊 标饼千秋 你看那个习近平就不是个东西啊 是明明知道要退休 不可能不退休的啊 你开玩笑啊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还在那里搞折腾中国人 折腾中国的老百姓 这个人品不行 哎 就到了这个程度了 人品不行 那以后开会 就你愿无为余的 现在然后就传 变成谣言啊 就就流行于北京市的范鱼上面 跟大家扯吧扯吧 他们说 过去吧 习近平 很多个老人对他都有一份感情的 觉得当年这个他的老爹习仲勋啊 帮胡耀 帮说话 还惦记着这份感情啊 是很感恩的 现在回头一看呢 习仲勋不是个东西 现在连习仲勋都要否定了 都要骂了 是吧 说习仲勋把他的其他的孩子都送到国外 然后在国外享秦福 完了以后呢 就就留了 留了这么个最美文化的 说这个习家的几个孩子 最美文化的就是习近平 留在中国一同乱搞 然后那以后赚钱 发大财 是吧 你这习仲勋人品不行啊 你是不是 你哪有这么搞的呀 不像话 还说当年这个邓小平 整肃这个习仲勋嘛 开会笑话他 习仲勋一说话 那帮老头子说王震啊 什么薄一波啊 邓小平都哈哈大笑 是吧 说他是个神经病 是吧 说的是 已经是精神病晚期了 最后邓小平跟这个王震 还有这个薄一波他们几个人 李先念他们几个人 在在邓小平的院子里 开了一个会 说要不干脆把这个习仲勋一家人 习家都赶出北京算了 后来真赶出北京了 所以整个习家军 整个习仲勋的家族 后来都搬到深圳去了 没有中央 没有中共中央办公室的允许 习仲勋不准回北京 就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为习仲勋叫区啊 民不平啊 就是不想话嘛 邓小平你这么搞 欺负人嘛这不是 这会儿这几天跟会 袁老牌说什么 说看起来啊 我们现在回头看起来啊 这个小平同志 当年对习仲勋的诊肃是对的 如果邓小平现在还活着 哪里容得下 习近平这么折腾中国啊 葬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啊 是吧 葬送这个中国的老百姓 吃喝嫖酒操的幸福生活啊 不像话呀 有这种说法听起来是细思极恐啊 脑东西们都已经hold不住了 直接说习仲勋的人品不行 然后呢说习近平的人品不行 没有大距离是 你这个时候应该做了十年总书记 党政军一把手 你应该要高高兴兴的 为下一任班子做铺垫做准备 完了以后交权 然后让中国共产党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你这会儿故意添乱 故意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你还说什么党的事业 党的事业 拜在你的手上了啊 说这个宋平老师还有温家宝老师 这些老东西越说越生气啊 直接开始就接老底了 是不是就挖祖坟了是吧 说这个习仲勋当年也不是个东西啊 就是习仲勋种下的祸根 然后中国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人品不行啊 还是怀念邓小平的啊 希望邓小平能够一团骨灰在海里面突然有举拢 然后又变成一个小矮子 过来又把习 把这个什么邓小平也把习近平给收了 挺有意思吧 说现在就观察 到底习近平糊弄里卖什么药 到底走到哪一步啊 如果非得要搞的话 那对不起老东西一定要都有所动作了 不能这么搞 党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啊 不能够毁在习近平的手上 话都说成这样了啊 说这个两年时间最多三年 所以如果习近平就这么搞的话啊 不收手的话 那要绝对的要打破惯例 要把这个习近平送到监狱里面去 不行 不能让他这么搞 这个话就是谣言啊 谣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元老牌的确是有点生气了啊 就连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说习主席不能连任 完了以后李克强和汪洋上来 很多人就说哇如果这样一搞的话 老百姓第一有点小日子过了 至少没没现在这么恶心 没现在这么难过了啊 没现在这么难熬了啊 这是第一第二呢 是什么呢 又要为共产党续命了 哎呀这个话这尝试判断呗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说这句话就挺难受的 搞了半天我们他妈的希望习近平下台 原来原来是问了共产党续命了是不是 搞了半天我们我们才认识这个共产党有感情的人 中国人就这样子啊 晚清垮台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都欢呼啊 是不是 但是有些个学问等身的知识分子 王国伟老师自己就把自己给淹死了是不是 为这个国家的消失了 寻道 陪葬啊哎你觉得很有意思啊 北京大学有一个法学教授叫朱苏丽 真的他就讲过他说如果共产党垮台 他就像王国有样自杀 哎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啊 我还认识这个以前天泽事务所的圣所长啊 圣洪老师我很尊重他的啊 挺有学问的 然后他也是认为共产党如果不存在 他的个所有一切都没有意义 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啊 我有一句说一句我虽然希望西包子赶紧滚蛋啊 我真的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呢 哎呀有有点日子过 我真是我也想起我的父老乡亲们如果有一天 出个村里面都要开一个介绍信 完了以后没饭吃啊 兄弟姐妹几个人同穿一条短裤 到了十几岁还光着屁股在外面跑啊 下面都已经开始有黑色了还在外面光着屁股跑 这也是太残忍了啊 我不想中国再那样贫穷管你习近平的还是还是猪精兵 我我我对没兴趣我我只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有日子过 所以我听到这样的谣言我特别高兴 如果习主席继续这么折腾中国的话 我真的希望元老牌能够牛逼一点啊 就像当年邓小平把这个习近平赶到深圳区一样啊 两年时间之内把习近平送进监狱啊 他们他们说这个把习近平送进监狱是不可能的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还是模仿邓小平当年的架势啊 就是把习近平一家人都赶出北京 滚回深圳 当年的习近平到深圳区是可以理解的啊 深圳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嘛 是不是香港那个时候还挺繁华嘛 你现在习近平去深圳可没那么容易啊 深圳这边这两天又开始要全程静默 香港也变成一包狗屎了以后 你习近平到深圳的危险了呢 说不定香港的一个小青年过来把习近平一家人给做了都有可能 所以他们说习近平自己不会愿意去深圳的 他会去哪呢 不知道啊 说有可能去新疆啊 新疆的根本不能去去哪呢 没地方去最后去两家核算了 去给他的老爸守灵去 说这个不仅仅把习近平要送进监狱 还有可能把整个习近家族所有的全球的财产要没收到冻结 是不是 就是要把他们整个习家的所有人都抓回来 说你当年习仲勋让其他的孩子都跑到国外去 就留一个邓小平 就留一个习近平 这会不能让你的阴谋得逞 是吧 都要把你的其他的所有人都要抓回来 把你的钱都要没收 让你们一家人在这个梁家河在这个富贫县嘛 陕西省的富贫县去那个地方去去上山下乡去 你习包子不是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去当知青吗 让你习近平一家人都去当知青去 苦死你们 狗死你们 是话的说成这样啊 有点意思啊 谣言 但是有可能的啊 尤其是他们开会的说什么 开始骂习仲勋呢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都念习仲勋的好 大家对习近平为什么有点容忍 都念他爹好 现在他的爹都开始骂了 开始反而说邓小平当年搞的对了 说王振博一波搞的对了 哎 有点意思吧 共产党的事情啊 你各种谣言 特别多 还是那句话 你不要当真 但是你也不要当假 不要以为你脑想理论课 你先听了再说 好吧 谢谢